穿潛色襯衫的男子是全籍俱樂部的館長丁信負責人 前年七月份在新北市新店舉辦了一場比賽卻鬧出人命 年僅27歲的胡錫男子被判定撈死 檢警認定對手徐姓全籍手還有裁判沒有過失 但是是依照過失致死罪來將全籍俱樂部丁信館長起訴 你覺得起訴過失致死你可以接受嗎 當初為什麼比賽的時候沒有設置醫護人員 來到北院開庭 全籍俱樂部的丁信負責人不發抑鬱 但另外一邊死者的母親淚散罵庭 綁馬尾的母親哭得七不成聲 指控舉辦比賽的丁信館長 明明是國際異星全級教練 A級國家全級教練 還有裁判資格 應該熟知規則 怎麼案發當天 沒有安排任何醫護人員在場 甚至連兒子下場之後 也沒有人確認傷勢 導致送醫後死亡 我們要比賽必須要有很嚴謹的規範 可能但有這樣子 你看丁教練他是一個這麼有名的裁判 但但又這樣子去比賽 對我們而言 我們覺得很不公平 他事後看到我們 他也從來沒有跟我們道歉 他一點誠意都沒有 依據國際全級總會的規則 比賽得配置醫護人員在場 一是根據體檢合格書 來評估選手之後才能參賽 賽後也要檢查選手們的狀態 然而在案發當天 這一切通通都沒有 孩子的人生才正要開始就落幕 家屬至今仍走不出傷痛 分而提告要為孩子討回公道 TVBS新聞 黃玉姐 他們說到